它主要的症状就是分泌物的增多 还有伴随着外阴的搔痒 或者阴道干涩不适这些情况 像有些患者他就是月经前后 他会出现一些外阴搔痒不舒服 然后月经来了月经就好一点 月经干净之后 他这些症状又加重了 这个时候他往往就会到医院去 或者是求医了 求医的时候大夫经过临床的妇科检查 给他做白带的化验 这样就确定他就是阴道炎 然后根据那个化验报告 确定他是什么类型的阴道炎 给予相应的药物治疗 像如果反反复复发生的阴道炎 建议患者不要自己随意的用药 因为阴道炎确实种类比较多 有细菌性阴道炎 梅菌性阴道病 还有些就是说只是有症状 但是临床查不出梅菌 也查不出低虫 或者出现菌区紊乱的情况 只是一个就是自己感官 和我们大夫看见的一些炎症 这个时候就是患者真的切记 自省乱用药 这样会影响临床的治疗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